yo大家好这是阿西 那上一期呢我们玩了这个树人 这个树人呢每隔0.5秒就会对周围的敌人造成一次生命再生的伤害 并且他有几率把敌人变成树 那我们这一期呢就结合这个神秘生物 神秘生物呢就是树越多 他获得的材料跟经验值就越多 并且每存活一棵树都有增加生命再生 我觉得完美契合 我们来试试看 那拿个树枝吧 前期不拿武器是不行的 哦长了个嘴 他这个树人不能做成那种就有点可笑 就是不能做成一棵树的那个 好像不太行 他只能用圆圆的土豆来做人物的模型 哦三棵树了 诶变出一棵来 这是这个是变出来的吗 不知道总之是长在周围的 我觉得应该是变出来的 属性呢我们优先选择生命再生 没有的话我们完全选择就是生存属性就好了 其他属性完全不需要 因为他这个伤害啊 是不能增加暴击不能增加范围 也不能增加攻速的 所以我们就不用管其他伤害了 来回收一下 更多的敌人可以稍微加一点吧 武器我们这次就不拿了 完全靠这个好吧 庇护宝宝还有回血的我们可以搞一点 诶不对啊 不对不对诶 怎么还是五点伤害啊 诶臭小子等一下 我现在生命再生都饿死了 诶臭小子他要那个 他要那个才可以啊 就是永久的生命再生才算的 这就不好玩咯 护甲我们也搞一点吧 那我们只能自己去加生命再生了 但是多一些树的属性呢还是有的 然后时间来到第九波 我这边存了个孔雀 这边可以生一波急了 不知道香肠有没有用 我们可以买个香肠试试看 好那就这样吧 呃现在只能造成39 39的伤害 他虽然这棵树就是神秘生物 给我们临时增加的那个生命再生 他不算在伤害里面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用来回血了 并且这些多出来的树呢 也可以给我们增加一些收获跟经验值啊 也是非常不错的 打到后面树超多耶 就这些小怪死掉之后 有几率变成树了嘛 现在已经有这么多树了 而且我们完全不用担心 就是不小心把树给打掉 也挺好的 呃就是这个伤害嘛 稍稍有点低 到后面这些回血超快耶 你看这加一加一加一 一直在加 全都是树耶 哇加了347的材料 我们护甲多搞一点吧 肉一点 这样子呢我们就不怕死了 我现在身处这些丛林当中 真的这样子完全不用动耶 随便他们撞 扣血一下子就拉上来了 看到没有 上面这个血条 一直在回血 这回血也太快了一点 等一下 生命再生有118了 镣铐增加8点生命再生 速度其实无所谓啊 速度1就1吧 给他锁了吧 没关系 速度我们等一下说不定要搞成负的 因为这样子可以给我们增加一些生命再生 如果有拿到沙发的话 哎呦打boss了 我们才74点生命再生 搞得过他嘛 打过就88点伤害 不是很好搞 但是我们也算是皮超肉厚了 黏着他 狗皮膏药 慢慢黏死他 88点 应该可以吧 如果我们持续一直黏他的话 太好笑了 0.5秒就可以造成88点伤害 那1秒钟的话就是176点了 也还是挺可观的 他马上就要死了 还是18秒 我们现在树超多嘛 雪根本掉不下去 就站着让他这个子弹砰也没关系 好家伙 无敌了到后面 不行不行 没无敌 没无敌 大哥我错了 我刚才讲话太大声了 没有无敌 最后一秒钟把它搞定了 可以 我觉得是有机会的 这些伤害我们都不需要 这两个结合真的是丛林守护者 我们搬这个树抵御外跌 树超多嘛 现在外多起来树就多 然后树可以给我们提供收获 经验值 以及生命再生 我现在可以站着完全不用动了 随便他们了 现在树一多起来我就无敌 树会保护我们的 只要我们保护树 不行不行 还是不太行 树再多一点 他这个树是不是这个范围里面生满了 我们可能要换一个地方 加了500多的材料 我们等一下整点生命值 我们超高的生命回复 生命值肯定要高一点 等一下再整一点眼球什么的 眼球好像不合适 眼球会把树给打掉 我们就不要有那些额外的伤害了 百分比伤害也是可以的 可以给我们增加伤害 猪来了 可以啊 那我存点钱 来啊 臭小子 我现在打过去有多少伤害了 120多 也还行吧 我不能去打弹 但是不打弹有点危险 这些东西伤害还是挺高的 我必须一直贴着它 才有机会把它贴死 臭小子不要走 不行啊 这些小怪生命值好高啊 它在我边上半天死不掉 这是boss我有可能打不死了 时间已经过半了 它才掉了三分之一血 不行了不行了 没机会了 虽然我们现在很强 死不掉 但是 伤害还是稍稍有点低了 少个boss宝箱 有点难受 可恶啊 哇 到后面书真的超多 一大堆 整个屏幕都是书 这边怎么还多了两个 没有办法提升一些伤害嘛 不太好搞 生命再生也就这么点 琉璃大炮再整点 但是我的护甲会见低的 银子子弹搞一个伤害再加一点 这个东西好 可是来太晚了 它敌席结束之后才生效 我们就不买了 这一版就不打无尽了 我感觉打不了无尽 新版那么就这样吧 90丢点生命再生啊 哎 只能如此了 打到有多少血啊 200多 也还行吧 我们只要持续的跟它贴贴 我觉得 还是有机会的 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哦 因为这一关的boss 时间会比较长一点 好像80几秒还是多少秒 比之前会长一些 哎 有机会 他们的生命值已经过半了 地图上都是数 我们时间呢 还有50秒左右 有机会的 我们到后面是越打越强啊 越打皮越厚啊 就是它这个新增出来的树啊 新增加的生命再生 临死的生命再生啊 不算在伤害里面啊 这个有点失算了 我一直以为有加在伤害里面了 有加在伤害里面 这两个组合起来就挺好玩的 哎哟哟哟 他这个树转换过来的临时生命再生 不算在伤害里 如果有算在伤害里面的话 应该还是不错的 伤害会越打越高 我觉得他这个创意不错啦 这个树人 但是属性没有设置很好 就是没有设置成那种线性的 可以持续增长的 就像爆炸伤害 他可以增加范围 而且还可以增加伤害 这个完全是靠生命再生 而且还是永久的生命再生 但是也不错 我觉得也算是一个新的玩法 希望这个作者能够再往上一点 结合让这个神秘生物 再给他搞一搞 好了 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呢 就先到这里了 那这是阿西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